大家好 我是杨雪 深入云南一百天的第五天 从北京出发 现在已经到了梁山遗族自治州的西昌 到了这块 草也绿了 花也有了 今天再走个300东公里 就能到达目的地云南了 回到西昌啊 它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湖泊 琼海 之前来过一次 给自己的印象极深 今天是在西昌服务区这儿睡的 哎呀 赶紧出发了 我现在特别期待 但是心里也特忐忑的一件事 就是我在云南原谋那个小房子 今天过去什么样子了 一年没进去 到米意了 现在车外温度18度 米意也是一个适合过冬的城市 但是它这边房价 要比云南那几个过冬的地方 要贵不少 这边是一万多 云南那边大多都是三五千这 前方金沙江大桥 看看 这就是潘芝花了 潘芝花上次到的时候 碰到了非常有意思的几个人 但是没有仔细转过潘芝花 这一次又是路过了 以后有机会 这应该是进云南的检查站 对不起啊 我这带我这儿没注意 那里边打 好好好 就我一个人 谢谢 另外到云南了啊 这一路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也确实不容易啊 距离目的地还有60.7公里 到了另外的自己的一个家了 袁某也到了 现在室外25度 云南除了袁某 袁阳袁江还有西双本纳 这几个地方是过暖冬的一个地方 想告诉我啊 看一下收多少高速费 这一路我就是在山西和陕西的时候 下去一次加符号的柴油 直接ETC吧 还没显示多少钱呀 这个显示屏坏了 反正这一路是加了五次油 一次是五百多块钱 加上高速费 我估计一千块钱以内 高速费肯定是 然后房车的成本肯定是一公里 走高速的话大于一元了 还有不少朋友问 说这个在高速上住 会不会收这个延时费 百分之百明确的跟大家讲啊 肯定不会收的 我在各个省份都验证无数次了 袁某现在是17点17 25度 这家伙大冬天的 你问一下几栋 不要 我知道 诶 诚哥 来了 我到屋叶去了 行行行行 圆某真是热呀 哇 哎呀我这还穿着秋衣外套了 我看路上都有人穿短袖的 好 诚哥是老朋友了 之所以当初在云南这买房子 也是因为诚哥在这买了 我觉得特别好 还有推荐 暖和太暖和了 还有点疯了 啊 啊 哦 这个 够漂亮的 您这车 下了我们俩开车 呵 航空座椅 我别上去了 我别上去了 我这没脱鞋 我就踩一下这 哎呀 这看着挺高档的里边 做工啊 各方面的 我这四五天开过来的 我累残了 中途车也坏了一次 明日有四五天 我那天从这两天要干北京 两天 那您 那老天不是冰空吗 这两天要得干 您今年不是六十 不到六十八 我们去点唱歌 很大的鱼 嗯 上一次我来这 您第一顿 对了 但是也吃了鱼第一顿 对对 好 整个太热情了 吃完饭又喝茶 现在都十点多了 啊 就这屋啊 哇 差不进去了呢 有点紧张啊 一年没回来了 我天哪 我把灯开给他 别怕 你妈 我带着手电筒了 走 跑啊 哇 一切还是 刚离开时的样子啊 卫生间 也没怎么落灰啊 也没怎么落灰啊 还好啊 爬出来冷光了吧 我看 主卧室啊 这小沙发 当时是送不进 看 哥们我当时选这窗帘 这开箱 这灯啊 不是我这手电筒在闪啊 这是一个小餐桌 这个相当于客厅了啊 厨房在这儿 他这个抽烟机 这都是原配的 到时候可能会换一下 呼 进来以后 这个 这这各种罩子也是够可以的啊 没有这罩子还正常一点 有罩子感觉有点奇怪似的 哇 还行吧 冰箱 这个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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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想象中要干净的多啊 我想象中可能会 可算是能踏实的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了 心里现在就安稳了 为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跑到那边来 你还以为今天春天 春节计划 把家里的老人也一起接过来 也看到了这个房子并不大 六十多平 我就想提早过来 在这福建再租一套房子 这样的话住起来就比较舒服了 一起过完春节以后 房车深入云南自家一白天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既是七点 也是终点啊 先休息一会儿 躺一会儿 然后 顶个外卖 顶点水啊 顶点零食 水果 冰棍 哎 这疼一会儿 嗯 你们也开开心心的休息好啊 舒服